在前面的视频当中呢 我们聊了一下 我们如果要做播客的话 我们应该在事前考虑哪些东西 那我们在事前想清楚了 我们真的是OK 那我现在要去做播客了 对吧 那我做播客以后 我就要开始去策划节目 那就要到了一个具体的路前准备了 那路前准备呢 其实更多考虑的是 我这样一档播客 在这个节目当中 需要传递什么样的信息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也是需要去准备一些东西的 那一般来说呢 你现在要去录一场节目 对吧 那你要先想 首先我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是谁 对吧 那他的受众是什么样的人 我应该如何去分发我的这些节目 如何去找到我的这些受众 那么这个是受众策的内容 那除了受众策呢 你还要考虑主播策 那我们会看到 其实做播客的话 有很多种类型 有的是比如像生产流域机 就我一个人一直在说 对吧 那这是一种 也有的是一个主播 加上一个嘉宾 两个人对谈的形式 这个呢 也是我们看到 播客当中是比较常见的 因为两个人其实还是蛮好凑的 再一个呢 就是人更多的 可能大家一群嘉宾 大家一起做而聊 对吧 这其实是播客当中的 非常常见的形式 那么不同的人数 你的不同的节目的设定 其实对于你的后续的设备 剪辑的要求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说 那比如说我录的是生产流域机 生产流域机呢 它是一个单口的播客 对吧 至少目前来说 我还没有找到一些比较合适的 嘉宾来后一起录 单口的播客呢 它的优势在于说 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录 对吧 我今天觉得说 我有时间 我能够去录 我就可以录 我不需要去和嘉宾去 提前约时间 我随时拿起设备就可以录了 那这是它的优势 但单口呢 要它自己劣势 生产流域机呢 它为什么做的很短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单口录播客的时候啊 你其实没有办法去休息 大家一起录播客的时候呢 有人说有人休息 那大家都不会压力太大 但是你单口录播客的时候 其实没有人跟你一起去沟通 你自己其实要一直的不停的去输出 那顶多呢 你说OK 我稍微休息一两秒钟 我马上就要开始说 那它对于你的前面的准备 包括你的这个输出能力 是有非常高的要求的 你想 我们想去说这样的一个 1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播客 那我可能准备的这个文字 都基本上是上签字的 所以说单口呢 它的优势是灵活 它的劣势是呢 你一般情况下 在录之前 你可能需要给自己做好准备 那录单口播客 我的建议是 一定要提前写竹子稿 把你的竹子稿写出来以后 你后面录的时候呢 你可能没必要去按照竹子稿 完全去念 但是呢 有一个竹子稿 它会让你大致知道说 OK 哪些东西是我需要去讲的 我不会跑题跑太远 对吧 也不会说有一些东西该讲的没讲到 那大纲呢 可以实现类似的效果 但因为 我是这样的一个单口的相声 单口的话 就是你在录播客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跳脱出去 所以这个点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你是两个人录播客的时候呢 那你就要想 OK 那我要去跟嘉宾约时间 对吧 什么样的时间 什么样的地点 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录播客的机会 那这些是你在录两个人的播客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同时因为是两个人 所以你的嘉宾可能不如你对于整个播客的一个节奏 会有更好的把握 那你最好是将你的节目的一些设定啊 一些设计全部都打印出来 有一张纸给到嘉宾 那你们在后续聊的时候 你们可以对着纸上的这个大纲来进行沟通 这样的话也可以确保你们讲的内容 不会说有该讲的没讲到 另外一个层面是嘉宾呢 他自己心里也有数啊 那有哪些东西是我应该去表达的 哪些东西他应该去表达的 对吧 那你们在后面去录制的时候会更加的有人有余 那人更多的时候呢 那你们就要花更多的精力来去确认时间 因为人多的时候 大家这个时间就比较难凑 对吧 这个是一个点 另外一个就是人多的话 那还会影响到你的设备的准备 因为人少的时候呢 说OK 那我拿手机录 我无所谓对吧 然后我或者说我那个 反正后面剪辑的话 人少也还能剪 但是人多的时候呢 你想去再做剪辑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大家的声音会堆在一起 剪辑起来成本是非常高的 所以这个也是你在去做每一期节目 在规划的时候需要注意的点 对吧 那你把这些都规划好了 准备好了 那你就可以说 好 拿起我的录音设备 走 咱们录播客去 好 那这一期呢 就到这里 那么期待 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呢 来一起去了解 录播客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设备 好 我们下一次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